今天分享一道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红烧肉 是比较家常版的做法 也适合新手 因为制作起来很简单 主角就是带皮的三层肉 我今天用的是两条三层肉 大概是650克左右 先把肉切大块 记得是切大块 大块吃肉的感觉才比较爽 又到了马来西亚的雨季了 有没有听到窗外的雨声 接着来看一下辅料 生姜几片 八角 桂皮 香叶适量 不沾平底锅内 喷少许的油 然后大火把油跟锅都烧热 接着转小火 然后把切好的肉放进去 小火慢煎 煎到四面金黄 全程都要小火煎 煎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有油渗出 之所以要把肉先煎一下 一来就是为了逼出里面的肥油 还有一点就是为了封锁住里面的肉汁 不过也不要煎得太久 只要煎到这样 表面微微的金黄 就可以翻面了 等到四面都煎好了以后 就可以把肉盛出 煎肉 煎出的油是纯纯的猪油 可以另外拿个小碗装起来 拿来炒菜什么都很香 然后锅中只留少许底油 放入配料 稍微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即可 如果喜欢吃辣的 也可以同时加一些辣椒进去 这时倒入刚刚煎好的肉 略微翻炒几下以后 倒入开水 尽量用开水 因为肉是热的 如果用冷水的话 可能会引起肉质收缩 那么出来的成品可能会偏硬 接着加入一大勺的老抽 两大勺半的生抽 和一大块的冰糖 上海人吃红烧肉 喜欢偏甜一些的口感 所以我这块冰糖还蛮大块的 至少有50克左右吧 煮至沸腾以后 加入两大勺的料酒去腥 然后再盖上盖子 小火 慢炖至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打开锅盖 并且开大火 收干汁水 如果不喜欢装盘以后 看到这些香料的话 可以在这个时候 把里面的姜片 八角香叶等都拿走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试一下咸淡 如果觉得不够咸 就增加少许的盐 慢慢的你会发现 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 这个时候要适当的稍微翻拌一下 差不多这个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收汁并不是说要把汤汁完全烧干 稍微留点酱汁 拌饭更好吃 然后撒上一些些的白芝麻 和青葱做点缀 就这样一盘肥而不腻 咸甜可口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正宗的做法 但至少吃过的朋友都说很好吃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